我们在神面前必试信仰什么? 约翰福音第三章二十一节 但行真理的必来救光 要显明它所行的是靠神而行 今天选自约翰福音第三章二十一节的经文说 但行真理的必来救光 要显明它所行的是靠神而行 那些还没有重洗和圣灵重生的人 只能胜从他们自己的思想 任何胜从自己想法的人 因为自己的行为都注定要灭亡 但是如果我们改变方向 从自己的思想转变到主的真理上来 并且信仰它 那么我们就能遇到拯救的真光 止住在光里面 现在世人仍然被禁锢在 充满黑暗的属灵混乱里 也当他们认识到自己的灵魂已经陷入罪孽 他们便不会再对自己的思想充满希望了 相反 他们应该把希望寄托在耶稣身上 耶稣是真光 只有那时 他们才会信仰借着死和圣灵福音而来的耶稣 成为神的儿女 我们的主借死和圣灵的福音 已经使我们这些曾经属日黑暗的人 一次性成了神的百姓 以福所说第五章第八节 我们必识信仰死和圣灵的福音 行真理的必来救光 约翰福音第三章二十一节 如果你们信仰死和圣灵的福音 那么你们就成了圣从拯救之光的人 但你们应该知道 那些仍然不圣从死和圣灵福音 因此没有重生的人 只能圣从黑暗 那些没有圣从死和圣灵福音的人 只能圣从他们自己的意愿 世上拯救之真光 是借死和圣灵的福音 把我们拯救出罪孽的耶稣 那些相信耶稣降临于世 结束约翰的洗礼 涨嫁我们所有罪孽 被钉 三天后从死亡中复活的人 都胜从了拯救之光 死和圣灵的福音 正是你我所信仰的拯救之光 死和圣灵的福音 是美丽的真理之光 已经把我们拯救出了天下的罪孽 为了图抹我们所有的罪孽 我们的轴降临于世 把拯救之光照耀在我们的身上 这拯救之光正是死和圣灵的福音 为了因信得救 我们大家必识胜从真理 死和圣灵福音之光 所有信仰真福音的人 都已经成了拯救之光的信徒 但即使死和圣灵福音的信徒 有时仍然会陷入自己的软弱里 但即使这些信徒可能是软弱的 他们仍然能做到 在生活中信仰真理之光 但是尽管主降临于世 已经把所有的罪人 拯救出他们所有的罪孽 那些不信的人 却依然生活在他们的过犯里 我们自己信仰死和圣灵的福音 信仰耶稣为我们的救世主时 但那些在神面前罪恶之头 却不信这真福音 因为约翰福音第三章二十节写到 凡作恶的便恨光 并不来救光 恐怕他的行为数责备 那些在神面前作恶的人 不信拯救之光 因为他们憎恨这光 他们只是努力地隐藏自己的恶 神说凡在神面前 不能胜从真理之光的人 都担心他们的恶行 可能在他面前暴露出来 在韩国曾经有从朝鲜来的间谍 所以使得韩国的牧师 奉劝他们归胜韩国当局 说不容害怕 只要投降 弃暗投明 同样 罪人必实信仰死和圣灵的福音 从他们的罪孽中得救 然而有些人实质上不爱神 他们即使知道 也不相信死和圣灵的福音 因此他们不能从罪孽中得救 这些人爱黑暗 胜过爱光 更多的人仍然不能从他们的罪孽中得救 因为他们不信死和圣灵的福音 那些喜爱罪恶的人 不信死和圣灵的福音 因为他们害怕自己的罪恶可能暴露出来 所以他们生活在黑暗里 努力隐藏自己的罪恶 我们大家必须认识到神对我们的旨意 使信仰死和圣灵的福音 并从我们所有的罪孽中得赦 神告诉我们什么 祂告诉我们 每个人出生时就带着罪 因此从根本上说 每个人都是作恶的种子 一开始就作为罪人被出生在世 这些作恶者的种子都必是在心里绝对无物的信仰死和圣灵的福音 因为每个人从本质上说都不能行善 他必是信仰死和圣灵的福音 每个人都必是这样从他的罪孽中得救 圣经说没有一人 连一个也没有 没有明白的 没有寻求神的 都是偏离正路 也同变为五肉 没有行善的 连一个也没有 罗马书第三章十字十二节 因此 每个人必是首先暴露他的罪恶 才能从罪孽中得赦 然后必是信仰死和圣灵的福音 从所有的罪孽中得救 从本质上讲 我们作为哪种人生活在神面前 人类在神面前实质上是邪的还是善的呢 他们都是罪恶的 我的信徒朋友们 因为每个人生在世上都带着这十二种罪孽 所有人在生活中都反复犯着这十二种罪 今天犯这种 明天犯那种 实际上 我们每天不只犯一种罪 而是犯所实种罪 因为我们以不同的方式 犯各种不同的罪 我们甚至常常认识不到 我们犯了什么罪 况且 我们忙于生活 所以我们会完全忘记我们的罪孽 圣经说 我们要从心里发出十二种罪 马可福音第七章 二十一自二十三节 因此 即使假设我们每天只犯一种罪 十二天就能完成一个来回 我们奸淫 明天松沙 第二天有了恶念 再是隐荡 诽谤 接着是狂妄 等等 我们死中这样犯各种各样的罪 我们甚至不知道自己在犯哪种罪 也认识不到我们多么罪恶 神把我们人心似为混沌 空尸 无法满足 陷在黑暗里 创世纪第一章第二节 换句话说 神把我们人类视为一堆堆的罪孽 内心深处积累了各种各样的罪孽 因此 人类绝不能行善 所以 使徒保罗说 我所愿意的善 我反不做 我所不愿意的恶 我倒去做 罗马书第七章十九节 因为全人类实质上天生都是罪人 每当有机会 他们内心深处的罪孽就会生起 使他们犯罪 我的信头朋友们 苹果树接苹果 是因为它是苹果树 同样 我们的生活也是如此 苹果树只在年轻的时候 才能长出新雅 当随着时间的推移 果树长得枝繁叶茂 成熟了 终于在某个春天开花 花开花落 苹果肯定长在了树上 冬天来临时 树叶全部脱落 大来年春天 果树再次发芽 次年 树干变得相当的粗壮 兴芽更多 开出的花朵比上一年还要多 但如果苹果树自言自语的说 今年我不想接苹果了 我想接梨 无论苹果树多么想接梨 但只能接苹果 苹果树只能开苹果花 只能散发出苹果般的香味 每个人不想犯罪 却又犯罪 不想作恶 却又作恶 因为每个人生下来就是罪人 然而尽管如此 十多人认识不到他们只能犯罪 而忙于掩盖自己的罪孽与罪恶 圣经说 那些想掩盖自己污秽心灵 与卑鄙行为的人是伪善的 不愿救光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害怕心里的罪恶暴露出来 所以他们欺骗自己要做好人 善人 所以他们不来救光 这些人必是信仰神的 死和圣灵福音 为此他们必是首先把自己交给神 无论他们是否觉得羞耻 都要向他认罪 神啊 我是恶人 但我希望在你面前无罪 我希望通过信仰耶稣上天 我要做义人 我希望结出圣灵的九种果子 所以尽管我自己感到惭愧 我仍然要相信耶稣所说的 死和圣灵的福音之道是真理 同样 每个人都必是向神承认他是罪人 他必是信仰死和圣灵的福音 我们说 主啊 你说 行真理的必来救光 是千真万确的 我们信仰和圣从真理之道 我们虽然守日黑暗 但也完全称义了 我们成为光不是靠自己的努力 而是靠本身是光的神 他把黑暗的我们变成了光 当我们这般承认我们真实的自我 为黑暗时 主便来到我们当中 用光照亮我们 从而赐福我们 成了光 但行真理的必来救光 要显明他所行的是靠神而行 约翰福音第三章21节 凡是信仰耶稣为救世主 信仰洗和圣灵福音的人 都圣从真理 每个人都必是圣从真理之光 只有蝙蝠等树立 才圣从黑暗 每个人都必是圣从光 所有圣从光的人 都已经正确地遇到了耶稣 全人类在本质上都是相同的 但他们看的方向至关重要 我的信徒朋友们 你们期待光 还深陷在黑暗里 将决定你们终遇 那些没有从洗和圣灵重生的人 还没有来到光的领域里来的人 完全堵藏在黑暗里 绝不救光 因为他们害怕黑暗和污秽 被暴露出来 他们终究要踏上下地狱的道路 他们将被抛下地狱的 冗恒之火 在黑暗里的烈火 焚烧的地方 冗受折磨 你们希望做这样的人吗 圣经里的道是真理的晴语表 这道是神自己 你们信仰神所说 和写成文字的道吗 你们相信圣经是神的道吗 要不是我们的主 步道坛旁边这些花 不可能存在 因为我们的主是冗生的 世上的一切才可能存在 你们必须相信 这个世界之所以存在 是因为我们的主 首先建造了世界 如果神说什么 那么你们必须信仰它 作为正确无误的真理 即使你们觉得在思想上很难理解 我们圣从真理之光 就是圣从神 三位一体的神 创造人类时说 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 按照我们的样式造人 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雨 空中的鸟 地上的深处和全地 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 创世纪第一章二十六节 我们的神用尘头造人 将生气催在祂的鼻孔里 祂就成了活人 睁开眼睛 第一个这样创造出来的人 是亚当 耶稣还创造了祂的妻子夏娃 亚当和夏娃从神那里 得到了新生 我们生命的主是耶稣 神告诉亚当和夏娃 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 你们可以随意吃 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 你们不可吃 因为你们吃的日子必定死 创世纪第二章十六字十七节 当亚当和夏娃听从了蛇 撒旦的试探 吃了神告诉他们不要吃的 知善恶树上的果子 所以亚当和夏娃最终背弃了对神的道的信任 因此他们受到撒旦的试探 背弃了神的道 根治神的定律致死 罪的公价乃是死 罗马书第六章二十三节 所以每个人必是从他的罪孽中重生 圣经西伯来书第九章二十七节写道 按着定命 人人都有一死 且死后有审判 因为每个人都陷在这里 实际上我们大家都已经死亡 但是圣经告诉我们 必是靠信仰死和圣灵的福音 领受罪孽得赦和心声 起初 我们从主那里得到了生命 因此 现在我们也必是再次从我们主那里得到新生 如果你们希望信仰耶稣为你们的救世主 那么你们必是依靠死和圣灵的信仰 真正获得重生 谁是这世上拯救的真光 圣经提到生命的光 这光 光本身正是耶稣 我们的主在约翰福音第八章十二节亲口说 我是世界的光 跟从我的 就不在黑暗里走 必要得着生命的光 这里 我们的主写明他自己是世界的光 他告诉我们 他已经图摸了我们所有的罪孽 已经完全把我们拯救出了罪孽 因此 真光 人力的生命正死耶稣 耶稣图摸了我们人力的罪孽 正死针对我们黑暗人生的拯救之光 你们找到了拯救的真光吗 你们信仰死和圣灵的福音之光吗 我们的主说 那些圣从死和圣灵福音的人 必来救光 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九节说 那光是真光 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 这真光指谁 因为世上有太多人自称是光 更不必说众义神了 所以使徒约翰这样显明真理 那光是真光 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 他在世界 世界也是借着他造的 世界却不认识他 他到自己的地方来 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 凡接待他的 就是信他名的人 他就赐他们权柄 做神的儿女 约翰福音第一章九字十二节 真神是耶稣 真善也是耶稣 真爱也是耶稣 真拯救的主也是耶稣 唯独他是真神 我的信徒朋友们 我们必是圣从照耀 我们每个人的光 我们的神告诉我们两件事情 首先他对我们说 你们是可恶的罪人 因此根治我的律法 罪念的公家乃是死 你们必失下地狱 如果你们的罪念 依然完整无缺 那么你们无法逃离 死亡的定律 罪人必失下地狱 其次神还对我们说 但是我怜悯你们 所以我亲自拯救了你们 我已经图母了你们所有的罪念 他已经给我们洗和圣灵的福音 使我们从所有的罪念中得救 你们信仰这福音吗 我的信徒朋友们 这是神对我们每个人所说的真理之光 当我们胜从这真理之光时 我们才能从所有的罪念中得救 虽然其他每个人都走向黑暗 但我们则不能行在这条道路上 那光是真光 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 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九节 真理之光自耶稣 耶稣创造了这个世界 创造这世界的唯一的神 这位人在这世上生活33年 通过在世上33年的生活 耶稣成就了借隐 学和圣灵的道 把全人类拯救出罪念的一切形式 他的门头眼睁睁看着他升天 即使在耶稣升天之后 他在这个星球上的拯救历史 仍然在济世 所以说 人类的历史属于耶稣 我们的主告诉我们 他已把拯救之光 照耀在我们每个人的身上 他还告诉我们 他曾经到过这个世界 世界是由着他造的 然而世人却不认识他 他来到世上时 他的百姓没有接待他 但是 凡接受他在世上所做的事情 接受他是神的 督住神自己的子女 已经重生于 洗和圣灵的神的百姓 会接待耶稣 即信仰西和圣灵福音的人 能接受这光 但那些圣从黑暗的人 不会来救光 因为他们担心自己的罪恶被暴露出来 相反 那些圣从光的人 相信主所说的一切都是正确的 即使光会揭露他们心里的罪恶 结果他们被赐于神的恩典 成为神的义人 成为得到他荣耀的百姓 那些圣从和接受真理之光的人 读信仰西和圣灵的福音 那么那些接受耶稣所赐西和圣灵福音的人 是哪种人呢 这些人只信神的道 他们只圣从神的道 他们不在意人为的思想和人为的逻辑 只信仰和圣从神的道 不乱世人怎么说 同样 只有那些信仰和圣从神真理之道的人 才能从他们的罪恶中重生 变成无罪的人 进入神的国 但那些尽管信仰神的道 却同时注重人化的人 受到了撒旦的欺骗 结果不能重生或者进入神的国 除非他们否定自己的人为思想 否则他们终究被毁灭 尽管他们信仰耶稣 你暂且使我 因为我们礼当这样尽诸般的义 马太福音第三章十五节 马太福音第三章十五自十六节写到 耶稣回答说 你暂且使我 因为我们礼当这样尽诸般的义 于是约翰使了他 耶稣受了习 随即从水里上来 天豁然为他开了 他就看见神的灵仿佛鸽子降下 落在他的身上 这里 敬周般的义 指进行所有义的工作 耶稣来到世上是为了成就周般义的工作 他受习把我们所有罪孽都涨价到他自己身上 没有留下一项罪 这是耶稣为了拯救我们人类所做的第一件事 他受习是为了脱抹每个人所有的罪孽 现在我们必须清楚地认识到 耶稣为什么受习 我们必须相信这个答案 耶稣降临于是 把真理之光照耀在每个人的身上 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九节 换句话说 我们的神已经恩赐了我们 继耶稣受习 斩加人类的罪孽 使每个人都能回到神的身边 靠信仰耶稣进入天国 现在我们充满他的恩典与真理 我们的主已经实现了周般的义 他把全人类所有的罪孽都涨价到他自己的身上 那些形影的人能控制自己的情欲 行窃的人能控制自己的贪婪 那些每当开口就谎话连篇的人 要说耶稣受习是为了涨价他们毕生所犯的一切罪孽 我们大家都是这些每天必定犯罪的人 施洗约翰为耶稣施洗 是为了实现周般的义 施洗约翰是人类的大祭司 耶稣领受的洗礼 使施洗约翰把双手按在耶稣的头上 把天下所有罪孽一次性斩驾到他身上的仪式 之后耶稣进入到水里又出来 耶稣在约旦河受洗 那么他为什么必是在约旦河受洗呢 约旦河是死亡之河 因为罪的公价是死亡 因为我们因罪必定死亡 被抛下地狱 所以耶稣来到约旦河 死亡之河 接受施洗约翰的洗礼 耶稣并不是谁一选一个人为他施洗 而是接受神为耶稣准备的施洗约翰 全人类大祭司的洗礼 周般的义就在这时成就了 施洗约翰以按手的形式把手按在耶稣的头上 按手指斩驾某种东西或者斩移某些东西 那么约翰按手的时候什么被斩驾到耶稣身上了呢 正如大祭司按手时 以色列民的罪孽都被斩驾到旧约献祭动物身上 然后献祭动物替人类被定罪一样 施洗约翰在耶稣头上按手时 全人类所有罪孽也被斩驾到耶稣身上了 后来耶稣在十字架上被钉死和被定罪 这时耶稣把你我所有罪孽都斩驾到他自己身上了 神的道说 耶稣受约翰的洗是为了成就周般的义 马太福音第三章十五节 神涂抹人类罪孽的方法 是耶稣接受施洗约翰的洗礼 只有当耶稣来到世上受洗时 人类所有的罪孽才能斩驾到他身上 你们是否相信耶稣受洗和被钉死在十字架上 赐予我们拯救的完美恩典呢 那些信仰水和圣灵福音之真理的人 会来救光和圣从光 为了把我们人类所有的罪孽 斩驾到自己身上 尽周般的义 我们的主书席通过洗礼 把世上每个人所有的罪孽都斩驾到他自己身上 一向不留 他担当了各项罪孽 从人类从母父类继承挨来的原罪 到他们已经犯下的所有个人罪 以及到死亡那一天将犯的罪孽 每个人都必是相信和接受洗和圣灵的真理 即耶稣受洗和在十字架上死亡 斩驾了我们所有的罪孽 赐予我们拯救的礼物 这是因为我们的轴使真光 照亮所有信仰这真光的人 他已经赐予罪孽得赦的恩典 叫他们做神的儿女 凡使信仰神所成就的洗和圣灵福音的人 将领受所有罪孽得赦 你们相信吗 我们信仰洗和圣灵的福音能够领受罪孽得赦 我们领受罪孽得赦不是靠行善 而是靠相信耶稣为我们所做的事情 我们的轴在约旦河受洗 担到了人类所有的罪孽 马太福音第三章十五节 那么我们所有罪孽都到哪里去了呢 他们都被斩驾到耶稣头上了 因为耶稣把我们所有的罪孽都斩驾到他自己身上 根据他亲自制定的律法 罪孽的公价是死亡 他必是被定罪而死 只有当他替我们担当了羞柔地狱般的掘磨时 我们才能完全得救 这里让我们看看我们的主自己是怎么说的 约翰福音第一章十四节写道 道成了肉身 住在我们中间 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 耶稣确实充满恩典与真理 约翰福音第一章二十九节说 看啊 神的羔羊除之世人罪孽的 我们不应再认为做母先事情 或者靠我们自己的努力就能从罪孽中得救 我们不应再有这种想法 而必是细听神的道 聆听神说的话 信仰真理之道 耶稣成了神的羔羊 受洗涨价世人的罪孽 我们是要安静地观察 祂已经为我们做的事情 因为祂已经拯救了我们 我们能领受罪孽得赦 但是如果祂不能拯救我们 那么我们大家仍然注定要下地狱 换句话说 我们的未来完全取决于救世主 我们继承了罪孽 但是耶稣已经完美地拯救了我们大家 正如经上俗写 如此说来 因一次的过犯 众人都被定罪 照样因一次的异行 众人也就被称义得生命了 因耶人的悖逆 众人成为罪人 照样因耶人的圣从 众人也成为了义 罗马书第五章十八字十九节 因此 如果耶稣拯救了我们 那么我们就能领受罪孽得赦 成为义人 但如果祂不能拯救我们 那么我们不可避免要下地狱 无论我们多么虔诚地信仰祂 祂和圣灵的福音是我们的主 头膜世人罪孽的真理 约翰福音第一章二十九节中的赐狱 指施洗约翰施洗耶稣后的日子 耶稣受施洗约翰洗礼后的第二天 约翰看见耶稣朝他走来 就说 看啊 神的羔羊 除吃世人罪孽的 所以 我们必师密切注意 我们的主为我们所做的事情 我们不应坚持自己的思想 而必师信仰真理的福音 即耶稣赐给我们 水和圣灵的福音 来到主的面前 就像圣经说 行真理的人必来救光一样 约翰福音第三章十六节说 神爱世人 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 叫一切信他的不致灭亡 反得容生 神使用世人这个词 表示出生在世的每个人 所以 换句话说 这意味着耶稣非常喜爱我们 神爱我们人类 他不远万里 为我们拆来他自己的儿子 叫他儿子担当世人的罪孽 替人类受定罪而死 我们必时认识 主赐予我们什么样的爱 这样一来 我们就能领受罪孽得赦和容生 使我们能做神的儿女 神拯救的真理 使耶稣化成肉身来到世上 三十岁时 在约旦河接受全人类所有的罪孽 把我们罪孽背负到十字架上 为我们被定罪 光的福音 阳明掌明斩驾世人罪孽的真理 因此 信亚世和圣灵的福音 我们能成为光的儿女 永远支柱在耶稣里面 耶稣是光 我的信徒朋友们 耶稣斩驾了世人的罪孽 那么耶稣不是也斩驾了你们所有的罪孽吗 他也斩驾了你们所有的罪孽 我们犯了多少罪呢 我们大家都在母妇里出生的那个时刻 继承了罪孽 我们在同年已经犯过很多的罪 这些罪不属于世界罪吗 当然如此 耶稣是否斩驾了这些罪孽呢 他已经斩驾了所有这些罪孽 他什么时候斩驾这些罪孽的呢 他早在我们出生之前 就已经斩驾了这些罪孽 大约在两千年前 就在他受洗的时候 我们的清晨期如何呢 我们在少年的时候 是否犯罪呢 我们当然犯罪 总而言之 我们长大时 不是接触更多罪孽的果子吗 人越长大 犯罪的愿望越强烈 因为罪人属于黑暗 他们以犯罪为乐 每当犯罪 他们都渴望犯更多的罪 人的本性就是这样 但那些信仰 谁和圣灵福音知道 和已经领受罪孽得赦的人 必来救光 因为他们信仰真理 光是图母我们一切罪孽的神 来救光 就是相信神已经为我们做的事情 每位这么信仰并得救的人 都喜爱光 认罪 并把他们的罪孽 斩驾到神的身上 来救光 凡希望领受罪孽得赦的人 都应该首先认罪 在神面前承认自己 罪恶的本性 坦白地说 神啊 我已经犯了十多罪 我过去犯了那么多罪 羞于其口 我双手的手指 不足以劣直 我犯过最可怕的罪孽 我们常常忘记自己的罪孽 部分原因 是我们的记忆时间不长 但主要是我们 示意忘记罪恶的过去 我们对自己慷慨大方 毫无未知地 容忍自己的缺点 而面对他人的错误 却常常不停地唠唠叨叨 韩国有之格言说 别人私通是隐荡 我私通是浪漫 这句话表明 我们对待自己的过失和错误 是多么的宽容啊 无论如何 我们过去不管是出于什么原因 所犯的一切罪孽 不管有意还是无意 都是我们在世上所犯的罪孽 耶稣已经斩驾了 世人所有的罪孽 即使我们在这个地球出生之前 我们的主已经知道 我们至死要犯的罪 他利用自己的知识 肩负了我们甚至在未来要犯的罪 所以圣经说 我们的主充满了恩惠和真理 正如经上写道 道成了肉身 住在我们中间 充充满满的有恩典 有真理 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 正是富独生子的荣光 约翰福音第一章十四节 你们信仰这道吗 耶稣完全确定的 斩驾了我们的罪孽 每个人都生活在这个世界 不论他的寿命长短 这是一个既定的事实 施洗约翰把我们的罪孽 斩驾到耶稣身上 见证说 看哪神的羔羊 除此世人罪孽的 约翰福音第一章二十九节 我们身在世上所犯的一切罪 都属于世人罪 只有当相信 不但我们所犯的一切罪孽 而且我们之前之后 各代所犯的一切罪孽 都已经被涨嫁到耶稣身上了 我们才能从世人的罪孽中得救 作为耀眼的光生活 我的信徒朋友们 耶稣说 行真理的必来救光 所有相信自己是神 真光和真救主的耶稣 为他们所做一切的人 都将领受罪孽得赦 凡是相信耶稣 他自己是神 真光和真救主 已经为他们所做的事情 而来救光的人 都将领受罪孽得赦 我的信徒朋友们 你我的生命还没有耗尽 但迟早有一天 我们大家终究要死去 圣经说 人都要出生和死亡一次 之后是审判 这是定命 希伯来书第九章二十七节 我们大家注定要出生和死亡一次 但对于我们这些生活在世时 信仰死和圣灵福音已经重生的人来说 等待我们的不是审判 而只有冗生 我的信徒朋友们 正如圣经所说 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 约翰福音第一章二十九节 谁和圣灵的福音 世光 我们的主受洗 肩负我们所有的罪孽 在十字架上流血而死 世上有罪还是无罪了呢 不再有罪了 我们所有的罪孽被斩架到耶稣身上了吗 他们已经被斩架了 因为我们心里所有的罪孽都被斩架到耶稣身上 我们现在已经因信领受罪孽得势了 道成了肉身 住在我们中间 充充满满有恩典 有真理 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 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 约翰福音第一章十四节 耶稣神的独生子 充满了恩典与真理 他受洗并在十字架上流血 已经涂抹了我们所有的罪孽 这是死和圣灵的福音 这世上真光唯有耶稣 为了拯救我们 他受洗和死亡 这正是光和正确的真理 耶稣他自己是神和我们的救世主 从未说谎 因此他根治早在创世之前就使下的诺言 亲自一次性实现了我们的拯救 我们的主尽周半的意 一次性把我们拯救出所有的罪孽 约翰福音十九章十五字十八节写道 他们喊着说 愁掉他 愁掉他 钉他在十字架上 彼拉多说 我可以把你们的网钉在十字架上吗 祭司长回答说 除了该撒我们没有网 于是彼拉多将耶稣交给他们赤钉十字架 他们就把耶稣带了去 耶稣背着自己的十字架出来 到了一个地方 名叫独鲁地 希伯来语叫各个地 他们就在那里钉他在十字架上 还有两个人和他一同盯着 一边一个 耶稣在中间 约翰福音十九章二十八自三十节记实说 这事以后耶稣知道各样的事已经成了 为要使经上的话应念 就说我渴了 有一个器皿盛满了醋放在那里 他们就拿海绒盛满了醋 绑在牛西草上送到他的口边 耶稣缠了那醋 就说成了 便低下头 将灵魂交付了神 你们圣从光吗 你们信仰谁和圣灵的福音知道吗 你们每个人心中能接受这道 即耶稣借着洗礼和十字架的血 抖磨了世人的罪孽吗 经上说 凡圣从神的人必来救真理之光 重洗和圣灵重生的人 圣从我们的主 那些相信主为他们所做一切 而成了义人的人 喜乐的赞美神 耶稣受洗后三年 走向十字架 被钉死在十字架上 流血 在死之前宣布 成了 正如他硬死的那样 他三天后从死亡中复活 复活后的耶稣 在十一位门头前显身 有一次被五百多的弟兄看见 哥林都前收拾五章第六节 他做见证四十天 硬死说 我怎么去的 还是怎么来 他肯定会像圣经所说的那样 在灵 看哪 他驾云 降临 众目要看见他 连刺他的人也要看见他 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他哀哭 启示录第一章第七节 虽然我们的主第一次降临的时候 被生在一个小镇的马棚里 他完全悄悄地图抹了我们所有的罪孽 圣经告诉我们 弥赛亚将再次庄严地降临于世 来到世上做审判之王 因此 每个人都必识信仰真理 即耶稣一次性 图抹了我们所有的罪孽 神云使所有信仰这光的人 都匹带在罪孽得赦的恩典里 神爱世人 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 叫一切信他的不致灭亡 反得冗生 约翰福音第三章十六节 耶稣说 神差遣他的儿子不是责备世人 而是通过他的儿子拯救世人 约翰福音第三章十七节 但任何不信仰耶稣死和圣灵福音 却甚从妙物 直至幕僚的人肯定要受责备 因为这些人不信神都孙子的名 他们已经被责备了 经上写道 光来到世间 世人因自己的行为是恶的 不爱光 到爱黑暗 定他们的罪就是在此 凡作恶的便恨光 并不来救光 恐怕他的行为数责备 约翰福音第三章十九自二十节 这里 行为是恶的 直不信光 在我们心里拒绝信仰和接受主 为我们实现的拯救 是极恶的罪孽 我衷心希望你们当中 没有人会面临这样的结果 圣经说 神差遣他儿子到世上 不是为了责备世人 耶稣来到世上 不是来责备我们 他降临于世 为的是把所有相信他 完全图抹了我们一切罪孽的灵魂 送上天 这样 耶稣是把我们拯救出罪孽的真光 已经图抹我们所有罪孽的万能之神 正是耶稣 而不是别人 因此 其他人不可能做我们的救世主 口入悬河的演讲家不是救世主 任何著名教派的教义 也不是正确的真理 我们的主 宇宙的造物主 是来支助我们当中唯一的救世主 因为道成入生 要把陷入罪孽的人类 拯救出罪孽的深渊 唯独这位耶稣能图抹我们所有的罪孽 耶稣深爱我们人类 他抛弃荣耀的宝座 以卑微的肉身来到世上 受洗把我们所有的罪孽 斩架到他自己身上 现在 任何人信仰谁和圣灵的福音 都能一次性从他所有的罪孽中得救 现在你们阅读这本书 但你们一次性领受罪孽得赦了吗 说到我自己 我因为信仰谁和圣灵的福音 拯救之光 已经成了义人 我的信徒朋友们 神来到这个地球所做的一切 都出于光 我的信徒朋友们 我们的主为什么化成肉身来到世上呢 他为什么必施受洗 为什么圣经在那么多的地方说 耶稣受了施洗约翰的洗 为什么说 耶稣受洗斩架世人的罪孽 使徒约翰为何见证施洗约翰 为什么耶稣必施在十字架上死亡 为什么耶稣在死的时候说 成了 我的信徒朋友们 今天我已经场明了真理之光 我已经向你们解释 真福音之真理的本质 圣经的经文无数 但在这里我见证了这光 即我们的主来到世上 拯救了我们 我全播了他已经完全把我们 拯救出所有罪孽的行动真理 现在 我们的拯救取决于 我们是否信仰谁和圣灵的福音 现在光照耀每个人 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九节 他把作神子女的权利 赐给了所有接待他 和信仰他名的人 约翰福音第一章十二节 你们信仰死和圣灵的福音吗 你们每个人都必是信仰这个真理 如果你们不信 那么你们注定要下地狱 每个能呼吸的男男女女 这位人都必是跟耶稣 耶稣自己是神 救世主和真光 圣从光就是信仰写成文字的道 这道告诉我们 主已经为我们人类所做的工作 到正确全播主 所做工作的神的教会里去 在教会里听道和学习 世上十多人认为 他们比耶稣更优秀 现在人们非常的高傲 他们称自己为神的仆人 然而却依然对 死和圣灵的福音保持沉默 只毛于抬高自己 他们不知道 只有耶稣的死和圣灵福音 知道才是正确的 却好像只有他们 能够拯救他人似的 更甚至 世上有十多人自称 能够全播死和圣灵的福音 但我们必须知道的是 这些人所全播的是假福音 而不是真福音 谁和圣灵的福音 我希望你们不要被这些谎言所欺骗 依然不得救 永远只住在黑暗里面 为了陀膜我们的罪孽 和替我们被定罪 耶稣必是受施洗 约翰的洗礼 如果耶稣在十字架山死亡之前 没有受洗 那么 他的死亡没有任何作用 他的死亡不起作用 恰恰恰恰由 因为没有执行 他亲自建立起来的拯救律法 正如圣经说 我们的主充满恩惠与真理 耶稣一次性把我们的罪孽 展芽到他自己身上 我们在心里接受这真理 就能领受罪孽得赦 全播福音 我的信徒朋友们 我信仰写和圣灵的福音 这世上没有人 没有一个人你们可以依赖 因为每个人都是善变的 从人而来的不可能是正确的真理 我们必识信仰写和圣灵的福音 这是我们主所成就的拯救之方法 因为只有主所成就的洗和圣灵的福音 才是正确的真理 说到圣从光 这是一条人人必过的通关 凡是不信和不圣从 主所成就的洗和圣灵的福音 都不能进入天国 也不能奏他的仆人 更不能领受和享受神赐予的所有祝福 我们的主使真理之光 和降临于世的救世主 你们信仰耶稣在约旦福音第三章十六节说的话 神爱世人 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 叫一切信他的不致灭亡 反得容生吗 如果我们问那些自称已经领受容生 这不信这道的人 你们成为义人了吗 他们可能回答 我怎么可能做义人呢 不足的人怎么能自称做义人 即使使多人说 我怎么可能做义人 但那些甚从真理的人 尽管不足 人可以满怀信心地说 他们已经来救光 已经领受罪孽得赦 已经成了义人 神是真理之光 我们实质上是黑暗 我们的种子如此 我们不能避免在肉体上犯罪 这光实质上就是神圣的光 对于我们来说 信仰耶稣赐予得洗和圣灵的福音之道 真光 我们应信圣化 我们自出生起 就是一堆堆的罪孽 我们是罪人 因此 我们理应被抛下地狱 受到定罪 所以 我们绝对是要神的怜悯 因为我们是要他爱的拯救 我们必须向神承认罪孽的自我 信仰他已经为我们做的事 从而领受罪孽得赦 我们必须承认 你是正确的 主 我到死的那一天都只能犯罪 我在肉体上始终不走 我一直犯罪 但尽管如此 我是义人 因为我相信 主受习和留学 斩驾我所有罪孽的真理 我感谢你 我的主 我相信你已经为我做的事 最初 我发现很难理解 斩驾天下罪孽的意思 当时 我理解耶稣 在除去世人罪孽时 只斩驾了我的原罪 所以 我不是很明白全部的真理 心想 我在世上犯了那么多的罪 耶稣怎么可能 也已经胜化了 我的信徒朋友们 我们怎样知道我们肉体在明天要犯的罪呢 假设你们走在大街上 有人踩了你们的脚 你们不会立即生气 要求这人向你们道歉 恨不得打他一巴掌吧 你们会对他怎么说呢 一分钟前 你们可能满脸笑容 但在眨眼之间 你们便觉得心烦 怒火满腔 立即犯罪 甚至还没有意识到 这是真实的我们 因为我们的主 他自己是神 他很清楚地知道我们大家都是这样的 所以 他大约在两千年前 预先斩驾了我们所有的罪孽 我们的主借着死和圣灵的福音之道 一次性驼魔了我们所有的罪孽 从而完全实现了我们的拯救 并不是说 神现在仍在驼魔我们的罪孽 好像他不能一次性跟愁这些罪孽似的 耶稣不是用现在进行使 正在愁弃我们的罪孽 他已经在两千年前 借着死和圣灵赦免了所有的罪孽 因为我们的主已经借着死和圣灵的福音 脱离了我们所有的罪孽 我们现在因性成了无罪的人 但有一件事情 我们大家必须明白 我们的肉体仍然不足 换句话说 虽然我们心里信仰死和圣灵的福音 已经获得重生 不再有罪 但因为我们的肉体仍然不足 我们很可能明天又再犯罪 这是否意味着我们每当犯罪 又回到罪人的状态啦 我们必须认识到并非如此 毕竟我们的轴不是受洗 斩驾了我们所有的罪孽了吗 因此每当我们犯罪的时候 我们都能认罪 承认我们的信仰 这样感谢神的恩典 主啊 虽然我不足 但因为即使这些罪你也斩价了 我仍然是无罪的 谢谢你 我的主 我赞美你拯救了像我一样不足的人 信仰死和圣灵福音的人 已经一次性从他的罪孽中得赦 信仰死和圣灵的福音 我们能从所有的定罪中得赦 我们的主已借着洗和圣灵的福音 完美地拯救了我们 因此 使徒保罗说 要尝尝喜乐 不咒地祷告 凡事谢恩 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 向你们所定的旨意 帖撒罗尼亚前书第五章 十六字十八节 他还说 那分负光从黑暗里照出来的神 已经照在我们心里 叫我们得知神荣耀的光 显在耶稣基督的面上 哥林多后书第四章第六节 我的信徒朋友们 耶稣借死和圣灵的福音 也次性把你们所有的罪孽 都斩架到他自己身上 希伯来书第九章十二节说 不容山羊和牛斗的血 耐用自己的血 只一次进入圣所 成了永远守罪的事 换句话说 他只一次进入圣所 意味着他借着 死和圣灵的福音 完成罪孽得色后 立即进入了天国 因此 耶稣实现了一次性 脱模我们所有罪孽的 永恒守旧 意味着他无师在行守旧了 信仰我们的主 一次性成就的 死和圣灵的福音 你们现在也能一次性 领受罪孽得色 进入神的国 希伯来书第十章九字十节写道 后又说 我来了 为要照你们的旨意行 可见他是除去在先的 为要立定在后的 我们凭着旨意 靠耶稣基督 只一次献上他的身体 就得以成圣 这里旨意 指神借着死和圣灵的福音 一次性图抹人类所有的罪孽 这段经文不是我们因为耶稣 献身而一次性成圣 而是用完成史 描写了耶稣的拯救 说明我们已经成圣了 耶稣献上他的身体 图抹了我们所有的罪孽 这是拯救之光 因为耶稣舍弃自己的身体 受习并在十字架上死亡 从死亡中复活 信仰耶稣拯救之神 我们能来到神的面前 神就是光 当我们信仰水和圣灵的福音时 神便认可我们的信仰 说你是正确的 你们的信仰是正确的 我的儿子 根治你们的信仰 你们已经从罪孽中得赦 希伯来书第十章十一 子十八节说 凡祭司天天站着侍奉神 屡次献上一样的祭物 这祭物容不能仇罪 但基督献了一次 永远的仇罪祭 就在神的右边坐下了 从此等候他的仇敌 成了他的脚凳 因为他一次献祭 便叫那得以成圣的人 永远完全 圣灵也对我们做见证 因为他既已说过 主说 那些日子以后 我与他们手立的约 乃是这样 我要将我的律法 写在他们心上 又要放在他们里面 以后就说 我不再纪念他们的罪行 和他们的过犯 这些罪过既已赦免 就不用再为罪献祭了 第十八节说 这些罪过既已赦免 是什么意思呢 他指耶稣已经赦免了 我们的罪孽 因此 所有人都应该欢乐地 接受这位救世主 神说 那些圣从真光的人 现在主耶稣已经做过的事情 就能领受冗生 这真理是死和圣灵的福音 这是真理 真光 耶稣通过洗礼和流血 血气自己的身体 做了永远的献祭 他已经使所有靠信仰 这个真理成圣的人 永远完美 所以说 我的信徒朋友们 一旦你们成为义人 你们永远都是义人 现在 让我们回到约翰福音第三章 看看我们的轴是怎么说的 他说 神爱世人 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 叫一切信他的不致灭亡 反得冗生 约翰福音第三章十六节 凡是信仰 死和圣灵福音的人 都能得冗生 不会下地狱 那么 你们怎么样呢 你们已经领受冗生了吗 你们的信仰什么时候完全 当你们重生于死和圣灵的福音时 你们的信仰完全了 信仰死和圣灵的福音 你们已经重生 无论你们今天 昨天 还是一年前 听到这福音 大约两千年前 耶稣图抹了我们所有的罪孽 只是现在 你我才认识和信仰这个真理 从而领受罪孽得赦 耶稣接受施洗约翰的洗礼 在十字架上流血 三天后 从死亡中复活 耶稣图抹了天下的罪孽 在受洗后的第二天 施洗约翰为他做见证 耶稣接受施洗约翰的洗礼 在十字架上流血 已经把所有的罪人 拯救出罪孽 这是真理 这正是真理之光 神的儿子降临于世 意味着耶稣来到世上 借洗 血和圣灵 抹磨了我们所有的罪孽 约翰耶稣第五章四字八节 无数人因为他们不知道 谁和圣灵的福音真理 仍然说他们有罪 但世上还有什么罪吗 没有 事实上 因为耶稣斩架了所有的罪孽 这世上已经没有任何的罪了 那么多人认为他们自己有罪 因此受到极大的折磨 唯一的原因是他们受到了欺骗 如果你们想从自己的罪孽中得救 就必是圣从主赐予的真理之光 我们不应圣从人为的教义 而必是圣从水和圣灵的福音之道 我们不应受到我们自己的思想 我们自己的骄傲 或者我们自己不足的束缚 而因信仰斩架我们一切罪孽的耶稣 及其在十字架上的流血 支住在真光里 作为人 你们在神面前没有什么值得夸口 即使你们想这么做 作为作恶的种子 你们善于作恶与装甲 你们必是在心里信仰 水和圣灵的福音 你们必是全播真光 这水和圣灵的真福音 正是早期教会的使徒们 所信仰的真理福音 你们以圣经为基础 信仰水和圣灵的福音 已经重生和领受罪孽得赦了吗 你们现在是义人吗 我的信徒朋友们 圣经告诉所有接待耶稣的人 说 凡信耶稣为救世主的人 神就赐给他们做神儿女的权柄 约翰福音第一章十二节 为了使我们成为神的儿女 耶稣已经借着水和圣灵的福音 拯救了你我 圣经说 神把圣灵作为礼物 赐给那些因信在心里 接待耶稣的人 当圣灵来到我们心中时 神准使我们做祂的子女 为我们做见证 因为那些信仰水和圣灵福音者的 心里有圣灵 因为神痛恨犯罪 所以那些心里无罪的人 更加远离罪孽 我们内心改变 不是因为我们自己的努力 而是主亲自 借着水和圣灵的福音 改变了我们 我们的心 才因信受改变了 没有人随着时间的推移 而得到圣化 如果认为我们大家 做基督徒的时间长了 就得圣成为圣人 这是一个质大的错误 相反 随着年龄的增加 我们犯的罪越多 就越软弱 然而 圣灵来到那些 靠主赐于水和圣灵福音 已经领受罪孽 得赦的人心中 所以 他们能做取悦神的义的工作 和侍奉福音 毫无疑问 并不是因为我们决定 在世上绝不犯罪 我们就实际上不犯罪了 正如我们心里信仰主 为我们做的事情 罪孽不会与我们隔绝一样 对于那些靠信仰 水和圣灵福音 从罪孽中重生的人来说 他们将济世过 因信得胜的信仰生活 是主亲自脱离了 我们的罪孽 使我们成为义人 我们过信仰生活 不是出于我们自己的力量 而是因为我们 披带了主的能力 主因信 把我们拯救出了 所有的罪孽 使我们因信得生 我们是要因信行动起来 与那些试图罪恶地 破坏我们 和抵抗我们的人 做度争 我的信徒朋友们 一旦你们靠 水和圣灵的福音重生 你们就必失生活在 同样信仰 征服音资穆斯的领导下 你们必失聆听 信仰之道 只有那时 你们才能享受 刚刚重生 做艺人的快乐 只有那时 你们才能 永远赞美神 相反 即使你们已经信仰 水和圣灵的福音 如果你们 圣从 还没有从罪孽中 重生的牧师 聆听他的步道 那么你们 仍将被毁灭 没有从罪孽中 重生的牧师 这样全叫 我的信头朋友们 让我们从罪孽中 悔改 让我们悔改 在过去这个星期 所犯的一切罪孽 这些撒谎则误解了 约翰耶稣第一章 第九节中的话 我们若认自己的罪 神是信实的 是公义的 必要赦免我们的罪 洗尽我们一切的不义 声称我们 必是靠悔改的祈祷 清洗我们的罪孽 但这段经文中的认罪 只承认我们真实的自我 承认自己的本质 而不是做悔改的祈祷 祈求神清洗我们的罪孽 你们可以理解吗 在神面前真正的认罪 就是承认 主啊 我又犯罪了 主啊 我在肉体上只能这么做 但我相信 你已经借着 祟和圣灵的福音 拯救了甚至像我这样的人 为此我赞美你 当我们承认 自己是这样作恶的种子 并再次思考 水和圣灵的福音时 我们的灵魂就得以完全了 那时 残留在我们心里的一点杂念 都靠走次日的真理福音 被清洁了 水和圣灵的福音 已经一次性 涂抹抹了我们所有的罪孽 耶稣的功绩 作为生命之河 在我们心中流淌 我们已经被清澈的 河水清洗干净 这证实水和圣灵福音的信仰 这证实胜从真光的意思 那些从水和圣灵中 重生的人 只有在神的教会里 既是聆听水和圣灵的福音 侍奉福音时 才能在灵性上成长 既是我们信仰水和圣灵的福音 如果我们只限于吃首灵的教 那么我们必死无疑 周下命令 如果以色列人吃了家教的饼 那么他们便从以色列中减愁 所以以色列人在过完逾越节后 要过一周的愁教节 只吃不家教的饼 因为神吩咐 你们要吃无教的饼七日 头一日要把教从你们各家中愁去 因为从头一日期 到第七日值 凡吃有教之饼的 必从以色列中减愁 出埃及记十二章第十五节 我的信头朋友们 你们必是牢记 即使在领受罪孽得赦后 听宣扬人为思想和人为教义的假话 而不是听神的道 那么你们必定与神隔绝 这不是因为神会轮廓无情地 耻笑你们的拯救 而是因为你们自己将会喝下死亡的毒汁 拒绝神恩赐的礼物 结果说 神啊 你没有抵抹我所有的纪念 因此我仍是罪人 所以你们终究下地狱 圣经说 神爱世人 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 叫一切信他的 不惧灭亡 反得容生 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 不是要定世人的罪 乃是要教世人因他得救 信他的人不被定罪 不信的人 罪已经定了 因为他不信神独生子的名 光来到世间 世人因自己的行为是恶的 不爱光 倒爱黑暗 定他们的罪就死在此 约翰福音第三章十六字十九节 我的信头朋友们 那些让自己世俗的思想 拒绝走真理的人 会怎么样呢 这些人最终都会像 上吊自尽的犹大那样 我的信头朋友们 我们必是借喜和圣灵的福音 跟随耶稣的真光 凡是在神面前 慎重喜和圣灵福音的人 都能从他所有的纪念中得色 成为义人 凡是因为信仰喜和圣灵福音 重生的人 都会赞美我们的主 正因这样 我现在向你们全播 喜和圣灵的福音 在当今这个时代 真福音无处可见 那些能够听到 喜和圣灵福音的人 确实有福了 我奉劝你们每个人 都要信仰喜和圣灵的福音 过上从罪孽中得色的生活 你们必是聆听 喜和圣灵的福音之道 全心全意地信仰它 领受罪孽得色 你们在以后的生活中 必是聆听纯粹的道 然后进入天国 我赞美这位 使我们能够 永远生活在 神的国里的主 我们永远赞美耶稣 我衷心感谢他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